延续上一个章节 我们上一个章节介绍了红外线发射模组 那你会把红外线发射出去 就要找一个接收模组来做 这一个就是红外线的接收模组 接收模组的做法 我们一样是使用数位针角 我们把深色的线接到D级去 那我们在IOBall上面 我们使用的是数位针角5号针角 原来我们接在这条发射的 我们接在3号针角 那我们把接收的放在5号针角 接到5号针角 当接上去之后 你会看到这边会有一个红灯会亮 表示供电 它会亮闪一下 亮会闪一下这样子 那表示有红外线进来 它也会闪 来看一下我们的程式 我们原来的程式是只有3号 就是3号是使用的是 3号使用的是红外线发射的 所以它是输出 那我们原来上一章节的程式是 把3号设为10 就是发射关掉 发射关掉 那谁来接收 我们由5号来接收 5号的感应器 我们实际上用猫咪来 请它来告诉我们说 你告诉我5号的值是多少 它是不是有接到 那3号针角做红外线发射的时候 5号的针角应该正常要怎么样 接收到红外线 接收到红外线会有一个值出来 会有一个值出来 那这边如果红外线不发射了 那它收不到红外线 它会有另外一个值出来 那我们来执行我们程式看看 好 像1的话是表示没有收到 因为我们现在 好 我们现在的 红外线 是这样 它两个并没有对到 所以你看看到它收不到它的值 那红外线有没有发射 我们刚才说过我们使用镜头 好 直接对 这样有在发射 那我怎么确定它 有收到 所以我们应该是从这个 红外线LED往前 好 往前 对准它的发射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是我们的接收器 我们接收器 那我们的 两边要互相对 它的对法是 好 来看一下 它如果有接收到 它会变成亮红灯 好 那你看一下 那个数值在改变 它会变成0 好 它有收到的时候 猫咪会 会那个值会 猫咪的接收值它是0 好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数值 来判断我到底有没有收到 好 我到底有没有收到 那个红外线的值 这样子 假设我们中间有个东西把它遮断 遮蔽了 那它没有收到红外线的值的时候 好 那5号的针角的值就是1 它有收到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什么 0 好 这样子你可以来做类似电子围离啊 或者是 呃 有没有异物 从你这边经过 好 这个设计是蛮不错 可以处理的一个方式 好 谢谢 往后 谢谢观看